我们商法先锋的时间了 欢迎主讲人 松丰律师事务所的负责人 王松丰律师 大家好 St. Gabriel的Stone来请教 Stone是在经营网站以及部落格的 他常常在他的网站上 转贴别的网站的资讯 那请教您的是 是否要先知会 他转贴的这个网站的这个原创人 还是他只要在转贴的时候 注明一下这个文章 或者资料的来源就可以了 这个要看看他的网站 是在转发什么东西 因为这个东西 其实是差别很多的 好比说他今天是转发 public information 转发电话簿的话 那就知道 他OK对不对 谁在管它 但是他今天是转发 好比说新闻 好比说他看CNN的网站 或者是ETTV 或者是Apple Daily whatever的话 那他就是说他在转发 他把最重要的新闻 或者是他把就是 整个详细的报导 整个详细的报导 会不会他给他condense 或者是说 只有关于亚洲的报导 对不对 他再重新转发 那他说 哦这个 这个是 这个的原体是从 来自东森 东森或是CNN whatever 这也是可以的 因为是新闻的内容 对不对 那有问题的时候 对不对 就是说别人的创意 别人的editorial 这是什么东西呢 好比说别人的blog 别人在他的部落格写的一篇内容 写的一篇内容 对不对 这好比就是说 我今天万一是一个food blog 我今天是转食物的话 对不对 我今天是在 今天是我去一个地方 旅游家 旅游家对不对 我照好多上网片 去PS 然后去photoshop 然后去花那么多钱 然后去做这个 然后去采访 去做这一大堆的 然后然后 他再把它转到他的 转到他自己 然后再重发 然后到下面 他一个很想很想说 哦这是这个 摘至哪里 那这个就可能不行了 因为这是别人的editorial OK 这是别人的创意 这就比较不可以了 OK 这样子 所以要看看 看看说他的转发是什么东西 那看看他这个的 他的 你的 内容是什么 对 这个blog的内容是什么 这样子 OK 但是这个有点难去区分说 到底哪一种内容是合适 因为现在可能也有一些企业 或者甚至这个不同的这个组织 他会在他的网站 或者他的社群这个群体里面 公告一些或者分享一些 所谓可能养生的资讯啦 或者这个美食的资讯啦 或者这个美食的资讯啦 那像这样子 他也算是 不是个人的 是不是也算是会影响 也有可能的所谓的侵权 你万一是说 这种东西就是说 养生或是美容的话 对 然后这个东西是好比是说 一个比较 医疗团体 他发的 他发出来的话 对不对 那这个东西其实算是 这是OK的 这是公平使用的 对不对 好比是说 一个很有名的 一个医学团体 他们一个新的报导 对不对 然后就是说 好比说 人不应该吃 那么多的什么 什么 糖 对 然后就是说 或者说你要吃糖的时候 要急急急到几点吃 吃的话 对不对 这种是 是 是 这种东西 我re broadcast的话 对不对 这是OK 这是OK的 但是万一是说 我是哪个food blogger 对不对 那就不行 这家店在 洛杉矶哪个地方 他们的gluten free的东西 是非常的健康 whatever whatever 那这时候 我再给它转发 那变成是个food blog 那这时候就不行了 所以我们如果简单来看 如果是个人的 就一定要小心 对 那如果是一个团体 或者一个企业 有一点算是公告 跟分享 公布的 发布的 这样子的内容 应该就算OK 对 我们就是会跟客人讲说 你万一这个东西 是有新闻系 新闻价值的话 或者是这个东西 是public knowledge 就是大家可以公开的话 什么叫大家可以公开的 我们最喜欢就是 电话簿 这个东西我可以在电话簿找到 这个东西可以电话簿找到的话 你万一今天这个东西 抄这个东西 跟在抄电话簿一样的话 那就是可以的 但是万一这个东西 不是在抄电话簿一样的话 那就不要去做 就不要做这件事就对 对对对 他是个人在经营这个 对 那如果今天我们从公司好了 可能也有一些企业 他也希望丰富 他自己的网站的内容 对 然后他也可能去沿用了 某些其他的可能甚至包括 他的竞争对手的一些内容 那这个是不是也要谨慎 我会说他们要谨慎 因为这种东西都是会走在边缘 你可以 你这些公司在使用扁的时候 他都可能说 我这是公平使用 对不对 我可能就说 你看我第一个 这是新闻性的价值 第二个我又说 我是给你credit 这些都是可以的 对但是但是他往往没有想到就说 OK好你虽然给我credit 你虽然给我 你虽然这是只有 你可以说这是有新闻价值的 但是你把 因为你放在我 你的这个网组上面 你把我的 我的内容 你把我的viewership 我的流量 流量用低了 你把我的 可以拿到的钱用不见了 OK 这事我都可以来给你 或者你等于 让市场更注意你了 对啊 达到了某种的宣传的效果 对对对对 这些都是不可能的 语言呢 如果我今天看到的是一个英文的内容 我觉得他不错 我把它全文翻成了中文 放到了我的部落格 这样子可不可以 这样子要 注意还是有点 这样子的话是 这个门槛是更高 就是因为我 当我翻译的时候 对不对 我等于是我自己的创意 对对 因为翻译 你说全文翻译的话 对不对 你第一个翻译官跟第二个翻译官 他们翻出来也是不一样 翻出来也是不一样的话 对不对 或者说我在翻译的时候 我再多加一点东西 对不对 这些都是都可能是自己的创意 对不对 所以翻译的话 可能就会又更不一样了 OK 这样子 但是就是说 还是要小心一下 因为就是说 我万一今天是原创家的话 对不对 我万一真的不高兴的话 我还是可以说 你是侵权了我的著作权 OK 在过去有没有碰过类似的案例 可能是一个比较大的影响跟伤害的 我们就是说 其实说我们有的客人 他们是就是平台就是 专门就是food blogger OK 写美食的 写美食的对不对 他们就是要花很多钱 就不管是去买食物 但是他们就是要 那种photographer 对 然后编辑 然后照相 然后要拍板 对不对 然后还要印出杂志 是 然后放在 不管是微博 WeChat Facebook 对不对 这些上面 都是要花很多钱 对不对 然后那个staff要几个人 十几个人 这样子 然后你花那么多钱 energy resource上去 然后你 然后人家看到你的 对不对 那只要right click download 然后这样子 我再放在这边 那其实就是说 我放在我这边 就可以了 那我们就当然就会发信 就是说 OK 就要请他把它拿下来 不但侵权到我们的article 也不但侵权到我们的 那一个 我们的那一个 pictures 对 这些都是可以拿下来的 OK 这样子 刚刚在讲的 所谓Stone讲的 大概都是属于所谓的 部落格啦 或者这个网站 脸书呢 它是不是一个 比较属于私人的空间 如果我在脸书的粉丝业 做这个事 是不是相对就安全一点 假如我今天 是在我脸书的 私人业的话 而且我私人业是很少人 我就是 还是一个主要的 对 我陪于就是 差不多50个人的话 那可能还OK 但是万一说 我今天是在脸书的 一个fan page OK 就还是要注意了 那可能就要注意一点 所以还是以整个 你到底有多少人在看 会有一个最大的影响 最重要还是 跟原创人联络一下 这样是最安全的 对 就是说你今天就是说 我们都会跟客人讲说 我们都会跟消费 就是说可能的客人讲 或者说可能侵权的人讲说 我们要把你自己也放在另外一个人的 角色去想 角色去想 你今天花那么多薪水去做那么多事情 结果被别人当的侵权的话 你的想法会是什么 对 对对 你为什么不要去做那个原创者了 对 万一说大家都有这个想法 就要去保护好智慧产权的话 我们的内容会更好 是 万一大家都说 你抄我 我抄你的话 这个东西只会更烂 市场应该更正面倒向 对 谢谢黄律师 谢谢 生活中对商法有任何疑问 欢迎投稿至新岛日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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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